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重点 电解硫酸酮 电解硫酸酮的电解的结果 跟它基本的材料有关系 旧课本有教碳放电解硫酸酮 铜棒电解硫酸酮 现在课本没有迷事 铜棒电解硫酸酮 但它内容跟我们讲电度是一样的 所以内容还是在 内容还是在 所以你要分清楚 考试的时候看清楚 它是碳放电解硫酸酮 还是铜棒电解硫酸酮 好来 碳放电解硫酸酮 那两个反正都是碳放 那我们讲过了 正极 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副电流出 接电子的正极叫正极 接电子的副极叫副极 所以正极会有很多的正 副极会有很多的副 然后呢 同性电相识 异性电相吸 所以副电就会把正离子吸过去 我在前 我在前面讲解电解水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讲 那个 这个上面就是水的解磷 上面的七离子就讲的是水的解磷 下面是硫酸酮的解磷 所以硫酸酮跟硫酸酮 OK吗 好 那就把这个七离子跟硫酮吸过去 吸过去之后 吸过去之后谁会作用 我们这个国中生会 因为我们讲的轻的活性大于铜 对不对 所以轻比较喜欢变离子 所以谁会回来 谁会 反正就是铜会回来 所以铜得电子会回来 因为轻的活性比较大 轻比较喜欢变离子 所以呢 反应就是铜离子直到电子变成铜 然后呢 正离子把正电把那个负离子吸过去 那谁作用 国中生不会 国中生不会 到底轻氧跟硫酸酸酮作用 国中生不晓得不知道 我讲过方法一死倍 方法二不理他 我只要知道结果就好了 那么结果是轻氧跟作用 那我写了两个反应式 我个人喜欢第一个反应式 因为轻氧跟过去作用 课本写的是第二个反应式 我等一下后面 我会写第二个反应式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它会产生心理子 这是有用的 看到它产生性 这是有用的 所以我第一次会先写前面的反应 那第二次我会就写后面这个反应式 因为它有个轻氧 这有用 等一下就会教到它 好了 这样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谁会在正极生成 谁会在副极生成 也看出了反应式了 反应式了 OK 好 第一个 正极产生谁 正极会产生 亚 半反应 然后我讲过 我半反应 半反应 半方念流氧筒 半反应 清离子 清离子 好 就是刚才讲过的 我说过我后面要用的第二个 用写第二个 我后面要写第二个反应 因为那个清离子有用 OK 然后负极产生谁 负极产生铜 他半反应 这个喜欢考 因为要配合电镀 配合电镀 这个负极的半反应会喜欢考 他跟电镀的负极半反应是一样的 这个是喜欢考的 他的半反应是喜欢考的 好了 我们解决了我们说的重点一跟重点二 一谁在正极谁在负极 二正极半反应 负极半反应 要配合自己 重点三要做什么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深还变浓度变大 还是变小 正极产生氧 负极产生铜 所以呢 正极质量不变 为什么正极质量不变 因为是气体 气体不会附着在脊板上 都会跑掉 所以正极的质量是不变的 那负极生铜 你的碳棒上面长的铜出来 这质量会怎么样 质量会增加 所以负极的质量会增加 那内钢子的电解液 内钢子的硫酸铜的浓度颜色 会怎么变得改变 我们说硫酸铜是蓝色 对不对 为什么蓝色 是因为铜离子的关系嘛 那铜离子现在会变成铜 所以呢 铜离子的浓度会如何 减少 然后颜色就会变淡 所以 铜离子会越来越少 所以颜色就会变淡 变淡 可是我们说的第三件事情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色还变淡 浓度变大还是变小 可是我们说的第三件事 你要背的事情 ok吗 可以吗 好 还有这叫做其他注意事项 就是这个 它会变酸 它会变酸 刚才给你看到了 我们写的半反应式 半反应式产生氫离子对不对 氫离子是什么性 酸性 所以越多氫离子就越酸 偏起质会下降 偏起质会降低 偏酸 有一种人的说法是 它产生了硫酸 它产生了硫酸 因为刚才硫酸根也跑到哪一级去了 硫酸根也跑到了正极 对不对 然后正极又产生了氫离子 那氫离子加硫酸根就叫做什么 硫酸 所以有人会说我产生了硫酸 我产生了硫酸 所以我就会酸性会增加 酸性会提高 那PH值是会下降 所以要记得 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写的是第二个方程式的原因 因为我要那个氫离子 都告诉我它会变酸 这叫做第四点 其他注意事项 OK吗 OK